123. 南洋商報 劉華財反對封鎖資訊流通 2015年7月22日時事 民政黨副主席拿督劉華財博士 表明不認同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封鎖沙拉越報告網站的做法 因為在四通八達的互聯網世界中,根本沒有人可以封鎖資訊的流通 他說,即使該網站被封鎖,網民也可以從其他途徑接收到該網站的資訊 包括其面指書及推特,甚至可以通過翻牆的方式,突破封鎖 劉華財今日發表文告說,封鎖該網站反而使更多人湧入該網站閱讀 提升了這個網站的知名度,同時也打擊了政府的公信力,可謂是一個傷失策略 要開啟動… 感谢观看